又到了一年一度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 那么这一次呢 除了有各国书籍 作者前来举办分享会之外 也综合了多媒体产品文具和杂志等等 在电子读物盛行的年代 想要阅读或是搜寻资料 网络确实相对便捷 不过对于一些家长而言 由于难以有效监督 小孩所浏览的网页 是否谈有不良的讯息 因此他们认为实体书略胜一筹 也有人说马痹疲弱 导致书本昂贵 希望政府关注价格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 就是位于吉隆坡城中城KLCC的会展中心 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 是个集合了中国 香港 台湾 美国 英国 马来西亚等地的这些主要出版商的 一个商业书展 那今天早上十点开始 现场就挤满了爱书人士 是否要带动一股阅读风潮 今年的主题是 越心动越读的越 记者观察前来出世的除了有学生 家长也有教育工作者 专业人士等等 受访家长就表示 在这个科技年代 网上读物和实体书相比之下 他们会优先选择购买实体书 原因是如果小孩长时间通过屏幕阅读的话 除了会影响视力 也难以监督网络上的资讯 是否会对他们的身心灵发展 带来不良影响 有的父母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书吗 就是买这种书给他 有增过大人的同意吗 这样会比较好吗 他们看的不是正式的书 对他们都没有好处的 是做父母 经过父母的同意 买过 父母就 看了 小孩子看 会增加他们的智慧 我也不大喜欢小孩子 叫太多那种 那种 三西产品 三西产品 我觉得对眼睛不大好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习惯 去了哪里就会带这一本书 所以他们在等 好像我们去外面吃饭 他们在等上菜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拿这本书再看 不要只玩电话是吗 对 不是在玩电话 或者看三西产品 此外也有人说书变得更贵了 可能现在那些纸 还是什么材料全部变贵 所以就变贵了 我因为汇率也是同棚 所有的成本都提高了 也是没有办法的 在同棚全部都 什么都变贵了 没有办法 这样会造成什么影响 还是有什么要跟相关单位讲的吗 我控制那个什么 好像价钱什么 路口的 或者那种 dex size什么 可以减少的话 不是输的 或者政府有提供那些 精贴 给这些课本 因为这个阅读是好的 就可以说帮助孩子 提高他们的阅读的心情 一连九天的书试 会举行到这个月九号 除了中文书籍 也包括其他语言的书本 本节书试集合790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摊位 适逢学校假期和公共假期 主办单位预计今年能够吸引超过70万人次前来 环保主义抬头的年代 记得自备环保代哦 NTV7许文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